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成为一个赚钱的机器吧 然后每天应该就是做着同样的事情 然后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我继续在香港的话 我觉得不会说见到那么多样东西 不会说见识到原来我们内地祖国的变化会是怎样 条线都是在那边平 我条线就是没什么波动 是吧 这样的话我的人生就会这样过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创业青年李劍熙 现在做一个IP号叫港夫港妻 大家好 我叫吴又玄 来自中国台湾 是由就业转创业 主营的业务是新媒体 帮客户去做内容 然后帮客户去做头流 初来到的时候 特别是做自媒体这一行 其实那时候都完全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候我和我老婆 都是在家里 玩了电话 然后说我还问我老婆 为什么内地的平台会是这样的 这个玩法可以吗 如果可以将我们的经历 或者将我们香港人 来到湾区里面的变化可以记录下 发给香港的朋友看 是一个挺好的时候 不要紧要直接联练回我们 客服里面会帮你照顾不顾好吗 我毕业的时候 我其实有考虑过是留在美国 然后我想一想 希望我的人生可以更精彩一点 祖国的话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 忽然间要对着一大堆产品 需要就是要找大量的资料 你要吸收的信息量会特别多 因为你对每一个产品 每一个行业 你都要去知道 都要去理解 我刚毕业嘛 看起来也挺年轻的 然后我们可能穿着上面 也是T恤牛仔裤 其实我下面的员工 他不是很服我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就没有人可以用 所以我就带着一个助理 我们两个人 就做了八个人的事情 香港的节目体 可能是比较单一 内地的节目体 会是丰富多一点 还有玩法多一点 线上面做直播 大概可以将内地的货品走出去 也都可以将国潮的品牌 产品 也都可以宣传到我去香港 一样 我们艾艾科技有限公司 以抖音为主 就是做一些线上的部分 全链条 然后甚至可以帮整个公司去做培训 香港都是大湾区的分子 每一个城市里面 他们可以选择 如果我是一个做科技的 那我可以在深圳 如果我是制造业呢 我可以去东莞 如果我是做旅游的 我可以去东莞 我可以去东莞 我可以去到珠海 我想去餐厅 无法不以色为天 就会选择在广州 我们每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选择 可以让我去安居乐街 网路我们叫他天王 然后实体店 我们叫他地王 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做创意的文化人来讲 大湾区未来趋势的走向 是在天王的部分 是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复制的 大湾区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地方 让你的一些想法更容易去实现 大家听到你是来自宝岛台湾的话 他们基本上就会对你非常的nice 然后也会很无私的来帮助你 这是让我感到很温暖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